在买股这件事上 星期六的运气是极好的 22年首次披露常驻阵容时 王鹤帝 秦潇贤等人名气还不是很高 特别是前者 玉龙的口碑翻车 让他饱受争议 戏都演不好 怎么就来真人秀了 谁能想得到不到一年 王鹤帝就凭借苍蓝爵 大火 机身顶流之位了呢 常驻嘉宾的邀请 证明了平台的眼光 飞行嘉宾的选择 亦是让芒果被眷顾 23年夏天有 风神 黄熙燕与于氏的号召力 让节目未播鲜火 24年的春天有 奇今昭 与灿烂的他 下一期六位大咖来席 于书星 刘浩存毫无疑问是美貌担当 于书星温晚半杂发 花瓣长裙竟显 春意浪漫 刘浩存 双马尾在线 天真元气小女孩 几乎每一次 有新剧播出 于书星都会回星期六的舞台 对于他而言 这是他好运的开始 他与王鹤蒂的巨宣片段 甜蜜满分 又不刻意 成为荧幕情侣模仿的正面例子 是他与何炯有情的见证 从不温不火到成为一番女主 于书星的每一次咖位提升 何炯都在节目中鼓励着他 也是他审美变化的记录 顽皮女孩 软萌妹妹 清冷玉姐 配合着角色而来 此番他与徐凯带着 奇经招 来袭 他一改在红毯上的网红妆容 画上了淡雅的妆面 空气刘海与披发相结合 让甜蜜风格的于书星 展露出温柔的一面 169的个子不是白长的 吊带连衣长裙穿在他的身上 不显得鸭尖 身材线条很流畅 于书星是花丛里的赖曼女神 00年生的刘浩存是元气少女 上次跟灵异来宣传脱轨时 他便扎着双马尾 蹦蹦达达很是可爱 这次跟片中的奶奶一起合体 穿着绿色开衫的他 再度绑成两股辫子 用黑色蝴蝶结作装饰 看题目 把本就圆润的眼睛瞪得又大了一倍 生怕错过关键信息 沉浸在玩乐里 笑得合不拢嘴的模样 是天真无邪的形象没错了 徐凯CP营业劳模 万鹏 傅星伯狼狗组合养眼 会因红综艺感不弱 无缝禁组的徐凯 不仅线上宣传的任务重 这线下合体的行程安排的也挺紧的 他两天营业两场 前两期 你比星光美丽 特殊场播出时 谭松韵与王月星便调侃他 还要跟虞书星路 前脚跟谭松韵半都市精英 后脚与虞书星梦回仙侠冒险 他们两个人组成一队 对付剩下的九个人 别人怎么想的不知道 徐凯的胜负欲示起来了 徐凯要战斗 万鹏与傅星博是岁月静好 傅星博已婚有娃的家庭背景 不利于与万鹏炒作就CP 但偏偏青岩先品实在太般配了 抛开演员的私生活不讲 他俩从性格到体型差都很般配 这次终于有了剧目售后 两个人穿得是粉嫩嫩的 最后大姐会英红出场 在血观音中不知道吓到了多少影迷的她 其实很有亲和力的 跟年轻人们一起玩游戏也不会慌张 舞蹈起来 后辈们的舞姿甚至比不上他来的曼妙 最新一期 你好 星期六 请来了三位跟芒果台都有渊源的知名歌手 他们都是因为参加了芒果台的英宗 而成名或翻红 包括零五届 超女 全国季军张亮颖 零七届 快男 全国第四名张杰 以及因为参加浪姐三 翻红的余文问 这三人中 张杰和余文问 都是芒果台综艺的常客 只有张亮颖是西客 距离他上一次参加芒果台的综艺 已隔了四年多 所以和老师在介绍他时说 我们好久不见的亮影 欢迎回来 不过 最受宠的嘉宾还是张杰 不仅是所有嘉宾中压轴出场 他还带上了自己公司旗下的艺人杨和苏 此前张杰在录制时光音乐会 老友记时 就曾邀请了杨和苏做嘉宾 杨和苏真的跟对老板了 在玩游戏过程中 张杰的镜头也是最多的 第一个游戏 原本是为张亮颖和张杰量身定做的 在背景版的九宫格中 显示出他们的九首歌曲 其他嘉宾要根据题目 来猜歌手会选择哪首歌曲 但节目只播出了张杰的完整片段 张杰的题目是 如果女儿结婚 她在婚礼上会演唱哪首歌曲 吴泽玲刚念完题目 何老师就替张杰回答 我是来揍你的 引来哄堂大笑 吴泽玲反应也很快 接了一句 何必在一起 只有张杰 有点哭笑不得 猜题的过程也很好笑 前面的嘉宾说了一堆理由 但都猜错了 只有最后猜题的杨迪答对了 他猜中张杰选的歌曲是 三生三世 但他却不会唱 在玩三二一看这边时 张杰和丁程兴搭档 对阵张亮颖和秦潇贤 张杰和张亮颖 都是第一次玩这个游戏 他们负责防守和泼水 丁程兴和秦潇贤 不愧是职业队 第一局就来回了很多次 两人看得眼花缭乱 结果秦潇贤输了 张杰一手拿起盾牌 一手泼水 犯规了 张亮颖慌乱中 也将杯子的水泼向了张杰 局面乱成一锅粥 郁闷的张杰跪倒在地上 闯祸的张亮颖笑着给他道歉 不嫌是多的杨迪 为张亮颖电护 因为张杰拿盾了 所以张亮颖泼他是合理的 最无辜的不是张杰 而是秦潇贤 因为在之后 秦潇贤又输了二分 张杰还是又拿盾又泼水 所以在输了第四分后 秦潇贤学聪明了 他一把抓起盾牌 挡住了自己的脸 开启了自我保护模式 逗得全场哈哈大笑 在几轮游戏结束后 张杰的积分位居后四位 接受了爆气球的惩罚 但节目组却送给了他一份大礼 来自全国各地的八十位 张杰歌迷代表 穿着统一的服装 手拉着手 一起合唱了张杰的 仰望星空 何老师说 这是给张杰的一个小小惊喜 因为张杰出道二十年了 张杰也很激动 他和歌迷深情对望 热泪盈眶 他觉得歌迷都长大了 从每个人炽热的眼神中 他看到了那份永恒不变的爱 他动情地对歌迷说 我会爱你们 直到永远 其他嘉宾看到这一幕 都被感动了 张杰向两边的歌迷鞠躬道谢 何老师还采访了三位歌迷 其中一位是张杰资深歌迷 彭奶奶的孙女 听到彭奶奶这三个字 张杰和很多歌迷都绷不住流泪 孙女转述了奶奶要送给张杰的话 张杰 你真的有把我对你的期望 畅想中国 冲出亚洲 飞向全球 真的有一步一步在做到 张杰也是节目中 第三位享受到此等待遇的歌手 第一位是第一次参加芒果台综艺的许松 第二位是出道20周年的林俊杰 但张杰与歌迷互动的时间是最长的 节目最后张杰像林俊杰一样还唱了一首自己的新歌 鲜艳的狂想 算起来张杰是2004年参加我行我秀 获得全国总冠军而出道 和芒果台发声渊源的时间是2007年 从和芒果台发声交集的时间来看 她比不上张亮颖 但因为和谢娜的关系 张杰几乎成了芒果台半个女婿 号称当年快本的第六人 相反 张亮颖成名后和芒果台却渐行渐远 她参加有台节目的次数远远超过芒果台 难怪芒果台会亲疏有别 值得一提的是 明年将是05超女出道20年 当年的全国三强李雨春 周比畅和张亮颖 至今仍是内地乐坛的中间力量 芒果台会不会为谁送上同样的惊喜呢 这么慢慢参加了